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1日 已經是星期日 在昨天 舉行的中亞峰會 大家都會看到 央視報導 18日 當晚表演是以大唐勝禮為主題 很多 其次寫著一個唐字 這次 習近平 以天朝大國自居 由中亞的翻邦萬義 向習近平 衰衰內朝 是不是衰衰內朝呢 其實跟當年古代一樣 以前古代的時候 愛國 送禮物來給中國皇帝 中國皇帝就送錢 金銀珠寶 絲綢 瓷器 送給他們做回禮 瓷器 當然也是 其實 最多的瓷器就由元朝開始 當時蒙古人 打到 西亞 在西亞就找到一種清料叫做蘇麻利青 這種清料 變成了中國的清花的主要 材料 材料 現在蘇麻利青 其實已經絕職了 沒有了 後來中國有本身 自己的國產清料 也有回青 即是來自回族的回青 也有平等清波 有不同的清料 這是一個 當時他們就用這些瓷器 送給 伊朗 當時的波斯 中亞等地國家的人 或是阿拉伯世界 也將阿拉伯風格引入了中國 使得中國瓷器 開始出現一些 以阿拉伯的器皿 來製造的 例如那些壺 瓶 瓶 罐 很多種盤 其實是當時西亞在用的東西 那些器具 拿來 變成中國的東西 好了 當然中國一直以來 其實由漢朝開始 已經跟西域有關了 例如張軒通西域 但這次中亞峰會 18至19日舉行 他們 亦都是 搞到一個 大唐盛世 習近平就以大唐天子自居 以番邦萬儀 實際上 是來進攻的 但是我們會注意到 這件事 崩口人 寄崩口碗 為什麼呢 一直 我們說幾個細節 歡迎地點就在大唐的附庸園 是一座以唐朝 附庸園的為子 仿照唐代皇家圓林重建的 一個大型文化主題為子公園 實際上 就是假古董 假古董 旁邊也有一座大眼塔 也是假古董 那座塔 真的已經崩了很久了 做回作假的 然後 不斷銷售大唐的元素 當日迎賓表演以大唐盛禮作主題 服完大唐時期的迎賓禮儀 不斷在說唐朝 唐朝 但是 唐朝 對於很多國家來說 當然 中國人也叫唐人 中國人的街叫唐人街 因為唐人街 是很強大的 唐朝強大得如何呢 這一節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歷史 說回中國 最盛世的時候 叫精冠之治 唐太宗精冠三年 即是公元629年 當時他們已經制定了對付特缺的方案 因為當時的特缺已經分裂成 東西特缺 唐太宗 以李靖帶兵 親自 率領 另外還有 其他的將軍 率領十幾萬兵馬 開始 消滅東特缺之戰 唐太宗精冠四年 李靖率領三千鐵騎 夜襲 這個 佔領他們的地方 定商 就是現在的 蒙古 內蒙古的地方 之後 也十分順利 唐軍大隊趕到 成功突擊了特缺 大敗特缺軍 這次 東特缺被人打擊了之後 就打算跟唐朝 講和 當時的李世民 派遣 兩個使者 就像現在的李輝一樣 就打算穩住烏克蘭 實際上 偷偷地 派這個 兵馬 例如李靖率領一萬人 準備了20日的糧草 然後 也是 突擊他 偷襲他 結果 他們的黑汗 特缺的東特缺黑汗 就太過大意了 被李世民 成功哄著 以為沒事了 然後 原來人們 即時 突擊他 也來得獲偷 結果 就俘虜他五萬多人 然後他們的黑汗就走路了 東特缺被唐朝滅亡了 到了這個時間 東特缺已經成為唐朝的領地了 他把幾個地方設了刀護府 姜域 擴大到陰山以北600里 陰山 大家如果聽唐詩也知道了 黃昌寧的出字 秦時明月 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史龍城 飛漲在 不教湖馬道陰山 陰山當然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據點 唐太宗 徵冠三年就開始動手計劃 四年 即是一年時間 就已經把這個東特缺 堆倒了 搞定東特缺 還有西特缺在搞搞震 當時的西特缺 控制著現在的西域地區 即是中亞等地 例如烏茲別克 哈薩克 吉爾吉斯等地 當時的國名叫做高昌 煙旗 龜茲 淤田 梭勒 這些是屬於 西特缺的附庸國 大家知道了 唐朝消滅了東特缺之後 接壤的僵域 開始慢慢 跟唐朝受影響 跟他做生意 到了公元628年 西特缺也發生了分裂 他們 主要的有10個部落 分裂為 西南方 東北方 稱為南庭 北庭 由於 唐朝消滅了東特缺 他們手下的附庸國 歸附了唐朝 西特缺也覺得 這樣搞就不行啊 你搶我的鼻子 就像現在的蘇聯 俄羅斯 被中共趁亂 搶了他的五條鼻子 結果 西特缺就對唐朝 發動了 這個戰爭 其實 唐太宗一朝一直都是 跟他在打 搞了一段時間 他在精冠二十幾年 他在精冠二十三年 唐太宗就死 他的兒子 李治繼位 視為唐高宗 在唐高宗的顯慶二年 即是公元 657年 隔了差不多30年 差不多29年 唐朝終於三次 評定 西特缺 其實就是跟人家打仗了 做過了西特缺 東西特缺也被唐朝消滅 當然 朝廷消滅了 他們有些 餘黨或是死症種 死症種就被他趕到歐洲 其實 到了歐亞大陸的現在的土耳其 所以 特缺就是現在的土耳其 當然 他經過的地方 還有很多遺民留在 變成了現在的中亞五國的人民 慢慢慢慢 所以 現在 土耳其也好 中亞這幾個國家 烏捷別克 哈薩克 吉爾吉斯 土庫曼 以及塔吉克 五個國家 當然 塔吉克 不是特缺語系 當然是其他語系 其他四個國家就是特缺語系 即是特缺人 連同現在的 維吾爾族實際上都是特缺的遺民 唐朝 對於特缺族 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將他 由中亞趕到歐洲 趕到土耳其 趕到伊斯坦堡 大家想想 現在 習近平 提出 或者 大打唐朝牌 是不是意思說 你們這群人 如果你不歸父 我就會打到你們回到舊時那裏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意思呢 是不是 恐嚇這群特缺人呢 你打出一個唐朝 人家就特缺人 人家是不是要向你朝拜呢 是不是要向你跪拜呢 所以我們覺得 他當然是很想威風的 習近平的人 想威風不止 他更加 很希望可以萬邦來朝 像以前的皇帝 像永樂大帝 很多人來 朝拜 各個國家的人送禮物來 給他一些金銀珠寶 現在一樣 你們來吧 本來塔吉克的總統是說不來的 結果 中國告訴你 有錢 每人有幾十億 結果人家就來啦 做雞也不選客 做雞也不選客 你有客人來付錢 我就來接客 當習近平是一個嫖客 反正我們也賣給你 嫖客也有什麼 你也不能夠 侮辱 人家本身的民族 你只是給錢給人家 你打出唐朝 唐朝就是滅亡人家這個民族的 或者將人家的國家毀滅的民族 實際上 中國對外的戰爭就是征服 人家的戰爭就是侵略 為甚麼不是當時的李世民 就是侵略 東西特訣 好地地是不是人家在安居樂業 你走來侵略人家做甚麼呢 結果 唐朝在西域建立安西都護府 安西都護府裏面有大量的地方 其實是屬於 現在外國的 中亞那幾個國家 例如 康居州都護府 他分別是烏茲別克 塔吉克 土庫曼 這個土地 還有塔吉克 有幾個地方的 中亞國家的領土 現在 當時叫做 安居州都護府 然後 大縣州都護府就是烏茲別克的城市 烏茲別克的城市 另外邱秦州都護府 也是烏茲別克 另外有個玉芝州都護府 就是屬於塔吉克 阿富汗 以及 也是以塔吉克和阿富汗為主的 現在是屬於這兩個國家 高庫州都護府就是塔吉克 志拔州都護府就是吉爾吉斯 廖非州都護府就是阿富汗的地方 當然也有些是巴基斯坦 例如 修仙州都護府就是現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領土 調支州都護府就是 全都是阿富汗境內的 現在的習近平是不是想 統治債這些國家呢 你是不是想著 重新在這些地方進行再殖民 不斷在說唐朝 這些地方 當年被你滅了國 現在人家要說和平 不要再打打殺殺 中國人 從來都是這樣 侵略人家就用征服 這些字 其實也不是現在共產黨發明的 人家來搞他就叫做侵略 騷擾我國 力拒來犯 其實 反過來 你是侵略人家 消滅了人家的東特權 還消滅了人家的西特權 搞到人家要搬到土耳其 那麼貧積的地方 你說多麼可憐呢 現在人家有石油 又開始 侯著人家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說習近平真的是狼子野心 沒有辦法 對著這群人 是不是想著 來到這群特權人 我們現在再殖民你 你記住 我認著那群特權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 反過來 會不會有反效果呢 人家對於這個中共 現在你們這群 漢人聲稱 要 搞一個一帶一路 是不是等於 以前的絲綢之道一樣呢 你又要撤這個刀護褲 是不是想 將這個中亞地區 再次成為你們的殖民地呢 這件事真的值得大家去考究 本來 是一宗可能是 打算追求俄羅斯那些男子 結果會不會刺激到人家的 民族主義情緒呢 不斷在這裏說大唐多威多威 對呀 你很威風 你把人家的祖先 特權人打到一批一批 要躲到土耳其 所以我們說一下 中國不斷 在這群特權人面前 突出這個唐朝 實際上有些崩口人 崩口碗 人家 為了錢 五個國家來撈你兩百六十億 一人五十多億 收了錢就算了 你不斷在唐朝 真的在人家的傷口上殺鹽 有甚麼意思呢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